打開來 不對了 不只一股惡臭 撲鼻而來 裡面是有一個人的身體 骨骸 還有絲水啊 羅南的朋友媽媽說 他其實狀況 精神狀況都不是很穩定 房間裡面貼滿了符咒 他有可能在躲那些東西啦 所以躲進了冰鬼 好 在民國98年 基隆有一條巷子 某間房屋 門口就寫著大大一個丘字 那這個當地居民是說 即使是白天經過這間房子 也會覺得陰風陣陣 那裡面呢 常常會有怪聲音 甚至半夜還會出現那種運球的聲音喔 而且明明就沒有住人 你經過的時候呢 卻覺得有人在看你 所以導致說有一些居民不敢經過這個 就是說這個地方有一些靈異現象就對了 對 那因為靈異現象就代表說 之前有一些事件發生過 對 我現在就是要開始講 好 這棟房子的屋主就是住在基隆的邱家人 這間房子空了8年 那房子裡面也只剩下雜物跟冰鬼 時間回收到97年12月 屋主邱南經過有人的介紹 他租給了一位來自東部的羅姓男子 房租只剩下3000塊 但是他只付了第一個月的房租 第二個月竟然是以毒品去抵掉房租 之後就失蹤了 那也太詭異了吧 因為誰會想要用毒品來抵房租 如果我是房東 我不會去接受這種事情 等一下 不要玩的 那這邊就有兩件事可以探討 第一就是 羅南他有錢買毒品 沒有錢買房租 第二個 為什麼房東可以接受 用毒品抵房租 對 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房東你會接受嗎 對 就是沒有辦法 可能就報警了 報警處理吧 對啊 因為他這個房租是希望可以持續收到的嘛 那這件事情就是 感覺吸毒人很不穩定這樣子 那屋主呢 因為他第三個月失蹤 所以這個屋主就覺得說 羅南一定是付出房租 所以他就落跑了 可是他又發現說 欸 機車他是停在家裡門口前面 對 那這樣是不是還沒有走 可是又找不到他啊 如果是落跑的話 機車就騎走了 對 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 羅南都沒有再出現 好 那到了98年10月18日的下午 邱家人想說這間房子放太久了 那羅南也沒有再出現 我們乾脆自己整理好 自己來住 那他就找了三個朋友一起來這邊打掃 把它清理乾淨 那房子裡面呢 在整理的時候就發現那種 大型的上仙式的白色冰櫃 你知道那種嗎 就是通常是買來冰食物的 對 我幫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這是邱家人 他們之前是做這個蔬果買賣生意 所以家裡會有這個冰櫃是很正常 那因為他們賺了一些錢 他們就搬掉其他 新房子啊 對對對 所以這個舊房子就棄置 對對對 所以才把一些沒有用的東西放在那邊 那當時他們整理的時候就想說 好 那我用不到了 我們就拿去回收 那這邱南在搬走之前 他是有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覺得很臭 趕快蓋起來 想說啊 就是冰過食物嘛 而且再來也沒有插電 那就是悶臭啊 就是很悶很悶的那種臭味 好 趕快拿去回收好了這樣 他就跟朋友喔 因為很重嘛 就想說好 趕快把他搬到貨車上面 我們趕快再去回收 那這個冰櫃的長度是1公尺 寬度是60公分 他們就是這樣子開著貨車再去回收場 請業者協助處理 那最後回收價是150元 變賣價就是150元 4個人拿到錢之後就離開了 業者當時候在忙 所以他沒有馬上處理 過一陣子 他一看 欸 這應該是普通的冰櫃嘛 好 就是打算要這樣把他拖過來 發現 就是特別重 好 沒關係 特別重沒關係 我打開來 不對了 不對勁 驚人的事情就是發生 不只一股惡臭 撲鼻而來 裡面是有一個人的身體 這事情就不單純啦 他就馬上報警 警察就趕快來到現場 來到這回收場看說 到底是哪個冰櫃裡面 裡面有放身體這樣 本來只是要賣個冰櫃 結果竟然衍生成名案 對 沒有想到 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 那剛好呢 業者也想要找到他們嘛 結果秋南呢 他們四個人 40分鐘之後 又回到這個回收場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變賣第二個冰櫃 所以本來警方要去找他們 在跑去哪裡了 結果他們自己又回來了 對 因為家裡 就是不只一個冰櫃 對 警察就問啊 欸 你們四個人誰知道你沒有人的 他們當然說不知道 我們搬的時候就是 很重很重就趕快拿來回收了 我們沒有人知道裡面有人 只知道說這個冰櫃是沒有插電 然後 搬來前呢 是有打開來 那是因為屋內昏暗 秋南打開來的時候 是沒有注意到裡面有沒有東西 那警察一定會有一些懷疑 對 因為這個冰櫃和裡面的生理 充滿著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 是 監視人員一開始是發現 冰櫃上蓋的那個邊緣 掛了一件女用內褲 半掛喔 那裡面的身體是完整的 並沒有外傷 上半身沒有穿衣服 下半身是穿女用內褲 那這個體型偏瘦小 骨頭很細 雙手抱著胸 身體朝上 兩隻腳是彎曲放在這個冰櫃馬達上 那我感覺啦 因為這樣聽你的描述 他說這個冰櫃是一公尺嘛 然後他又穿女用內褲 然後身體又瘦小 那應該是身體比較嬌小的女性 會藏進去 對 一開始是以為是女生 是 那裡面當然就不只骨骸 還有濕水啊 那還有什麼 還有裝電池的小檯燈 高粱酒瓶 沒有燒過的木炭 香煙打火機 這聽起來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擺設 因為冰櫃應該就是放食物嘛 他現在不只有人 他還有人平常在用的東西 對 好 最離奇的是什麼 冰櫃的底部 是整齊著鋪著 30本的灌籃高手漫畫 上面在一層大浴鏡蓋著 就像是一個精心不治好的小空間 難道是謀殺案嗎 那之後是問說這個漫畫是哪來的 是邱家人的舊物 雜物就對了 放在那個老屋 只是不知道是誰 把它放在冰櫃裡 電站那一邊就好了 對 那再來一個疑點就是 冰櫃的泄水孔 接那個瓦斯軟管喔 所以人家就會懷疑說 是不是有人自殺 就是一氧化碳這樣子 對對對 根據初步勘驗 警察是一度往青少年青少女的身分去尋找嘛 因為有漫畫嘛 又有這個身體瘦小的跡象 可是呢最後是發現 身體已經長出致詞了 所以就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這個身體已經死亡太久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這個性別 一開始沒有辦法判斷性別 一開始沒有辦法判斷性別 就要靜待法醫進一步的經驗就對了 對 可能解剖啊等等的這樣 那接著警方必須知道什麼事 這間房子之前是誰住的 那邱家人就說 唉呦這應該是羅南啦齁 因為他住在這邊不到幾個月 他就失蹤了啊 第一個有月講的房租 之後就欠錢了欸 然後又不見了 一定是他啦這樣 就跟警方這樣講 不過警方要怎麼確認真的是羅南 阿真的有人住 這些疑點都要釐清嘛 因為現在警方是有點懷疑說 這個邱家人的講法 是不是很是正確的嗎 所以當時這個基隆市分局 副分局長就表示說 根據邱家人形容羅南的外觀 加上羅南機車也停在這個房子附近 所以這個身份啊 是羅南的機會相當高 後續有去證實啦 對 但是邱家人的公辭有些又不相同 所以警方就是還是把他們列為這個案件的重要關係 有點半信半信 對 那因為這身體的身份始終還是無法確定 警方也不排除邱家人所謂 可是你要想 如果今天是邱家人所犯的 怎麼可能說好我今天殺了他 把身體裝進去冰櫃 我再搬到回收場讓業者發現 這不就是自投羅網嗎 對 而且很不合理啦 如果說我是要氣死 我把他塞在冰櫃裡面 我一定把他丟到荒嬌野外這樣 不可能說拿去回收場給人家發現 然後還賣個150塊 對 就是一定是氣死啦 不然海裡啊 河裡等等的 所以一家人就覺得說 我們被懷疑實在是很莫名其妙 我們也是覺得有嚇到了 我整理房子整理到一個屍體 我都嚇到了你還懷疑我 他們就是有點小不爽就對了 已經很倒楣了 對 加上當天呢 他們不只是搬這個冰櫃去回收 這是第二個冰櫃 警方一開始是以謀殺案作爭絆的方向 但是如果真的是他殺 這樣的布置實在太費工了 就是說他那個冰櫃裡面放這些東西 是沒有必要 因為氣勢不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好像是他自己躲進去 然後說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我剛說的那個疑點 所以就的確是不合常理 對 那有人會以為說 啊這個是 那叫什麼啊 就是那個導致那個爭絆方向錯誤 那叫什麼 誤導 就是人家會懷疑說 是不是邱教人在誤導那個 偵辦的方向啊 反正就是疑點重重這樣 喔 我懂你意思 你說那些東西是就是 刻意的 刻意去製造出來的一個效果 對對對 所以警方就是要釐清著血 那就請監視人員 到他們所說的這間房子 去採集證據 但都採不到任何他殺的跡象 就等於說沒有扭打 沒有外力破壞 沒有血跡 而且還留有羅姓男子的所有證件 健保卡身分證都放在家裡好好的 好 再來一個疑點 房間裡面貼滿了符咒 窗戶 窗戶 牆壁 門啊 門有兩個門喔 都貼滿滿的符 這件事非常的詭異啊 嗯 結果是什麼 羅南搬進去不久之後 他就有跟邱教人提過 你們租給我的房子不乾淨 讓我很害怕 好 那警方就開始尋找 有跟羅南接觸過的人 終於問到了一些線索 第一 機車廂老闆曾經聽羅南說過 他住屋處有阿飄 他不敢睡在床上 那老闆很驚訝啊 你不睡床上你要睡哪裡 冰櫃 哇 那幾乎破案了嘛 那表示羅姓男子有被證實是 有睡這個冰櫃的習慣嘛 對 這個可能性就很高了 第二 羅南的朋友媽媽說 他其實狀況 精神狀況都不是很穩定 也有提過說他房子是不乾淨的 那跟這個媽媽有要了幾張護身符 說要回去貼在房間 所以代表這個符就是羅南自己貼的嘛 第三 訪查鄰居得知 羅南住進去之後呢 他說他常看到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說那些東西一直纏著他 然後又說羅南這個舉動都很詭異 他在房子的後門插了很多菜刀 偶爾還會去樓頂閒 甚至拿著紙箱到後山挖洞 把自己埋起來 這種種種詭異的行為 所以鄰居就得知說 這身體的身份有可能是羅南的時候 就說他有可能在奪那些東西啦 所以奪進了冰櫃 那綜合以上整理起來就很明顯嘛 羅南有吸毒的習慣 那這些吸毒呢造成他精神上的幻覺 那他就很害怕就要一些服啊 然後結果就整個房子都貼滿這樣子 對 好 那經過法醫解剖之後 確認是一名身型較為瘦小的男子喔 本來是以為是女生嘛 是 那年紀約30歲 死亡時間已經超過3個月 甚至已經半年 這跟邱家人提供的房客 也就是羅南的資訊 幾乎條件都符合了啦 就是入住時間有吻合 不過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羅南他有穿那個女用內褲的習慣 喔 這個習慣沒有人證實啊 對 最後呢證實身體的身分就是羅南 他死亡的原因並不是他人所殺喔 本來是以為是邱家人嘛 原來是他其實有這個睡冰櫃的習慣已經有好一陣子了 那以冰櫃裡面的物體來判斷 他把它佈置成一個讓他休息的空間 所以他放置了台燈 那身體旁的酒瓶呢 還留有一點點10C的酒 推斷之後是當天羅南應該是 在冰櫃裡面喝酒休息 可是有可能有吸毒 所以在這樣子沒有意識的情況下 不小心這個冰櫃的門這樣蓋上去了 欸其實冰櫃自喜的意外還蠻常見的 對 因為那個門蓋上去 可能就真的是推不開啦 對 裡面推不開 對 所以導致呢羅南就這樣被門死了 所以羅南應該當天也一想不到 他會這樣子死亡 因為他可能平常就是這樣子的行為 是 對 好 那案件呢就告一個斷落之後 媒體記者有一次 重新回到這個老房子 也訪問到附近鄰居 對羅南的印象 那多半都是說 他蠻詭異的啦 不要是吸毒的狀態造成吧 嗯 好 那也是因為這起案件 屋主邱家人去整理 才發現羅南的身體 這也好讓羅南可以入土為安 對 那所以現在那個地方可能還是廢製的狀態 你自己去看看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去那邊 你會自己去看看 你會自己去看看 是任土地不能進去 對啊 那這個事件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嗯 就是說有一個精神醫師喔 他是專門戒毒的 他有一次就想說 戒毒有那麼難嗎 結果他就自己真的是去做一個吸毒的動作 他就完全上癮 完全戒不掉喔 開始有偷竊的行為 因為你還要大量的金錢 供應自己的毒癮嘛 對 所以他就是 一輩子就這樣毀掉 真的喔 這不是我在勸勢 是真的事件 他把自己當白老鼠去測試 就最後是失敗了 對 很有自信 對 很有自信戒得掉 就不行 因為毒品跟菸真的都很難戒啦 就是你一旦碰過之後 好啦好啦 不要太勸勢 大家不想看這種東西 好 那這邊另外跟大家說 我們在Podcast已經開始有錄製節目了 沒有 Podcast這邊的經營我們還在學習啦 因為我們很多設備都還在摸索 因為他的錄製方式 絕對是跟YouTube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品質上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們絕對想辦法更... 方新調整 對 調整一下 那 今天的事情就講到這邊喔 如果你對這個案件有任何想法 底下留言 我是DK